馬國明與湯諾文去年12月於泰國蘇梅島緣分 二人身分幾個月愛得甜蜜 不時於社交網放閃 6日是湯諾文的37歲生日 繼早前與Eline黨及鐵馬家族一班好友慶祝後 正日當然留給老公馬國明 7日 湯諾文便在社交網分享 與馬國明慶生的短片高調受恩愛 視頻中見馬國明開車載著湯諾文到高級餐廳吃飯 馬國明亦非常會做人 為壽星女送上鮮花 控得老婆非常開心 二人對鏡頭貼頭自拍期間 馬國明疫情不止表示 I love you 相當甜蜜 片段到最後二人準備親嘴時就咳了 湯諾文甜蜜表示 她不是一個會級別人驚喜 更不算是一個浪漫的人 但是她就是那一種 只要你跟她說過 她便不會忘記 嘗試努力做好的另一半 謝謝你為我改變 這已經是最好的生日禮物 並在最後喊答馬國明 連詩雅則表示 我懂我懂 So sweet Happy birthday 網民都紛紛留言表示 最後哪個gist為什麼卡尿 快點生孩子啦 閃閃啦 更有人表示 她手上的巨型專家非常搶劲 湯諾文自從去年底 與世帝馬國明結婚後 就一直沒有參與新劇的拍攝工作 很多粉絲都喊話 她希望漢到其新作品 湯諾文卻表示不在急 當下更想享受新婚後的生活 置於工作 則抱著隨緣的心態 如果公司安排也不會推遲 本月生日的湯諾文 早再上月底就開啟了吃蛋糕的模式 她勸眾的好姐妹朱千雪 岑幸妍以及蔣家文為期準備慶生活動 四個姐妹花也是難得同場 難怪當天顯得特別開心 這次聚會比較特別的是幾人 都帶上了各自的伴侶 馬國明與岑幸妍的老公 也都紛紛現身 最驚喜的是 蔣家文的圈外男友也是罕見良相 不過朱千雪的老公就沒有出現 上來是有工作要忙 從事後幾位當事人分享的動態中看得出 他們當天還得很開心 尤其是作為壽星的湯諾文 全程合不拢咀 不得不說 分厚的湯諾文狀態也是愈發的好 而馬國明相比之下 則是有些潮緒 不知道是否工作過於辛苦的緣故 前段時間 湯諾文在社交平台 曬出幾張踩單車的旅行照片 照片中的他戴著帽子 身穿黑T及長褲踩單車 其中一張照片中 靚湯疑似肚子疼疼 令不少網友都紛紛留言猜測 他是不是有喜 條腰好粗 是不是有了 還踩單車 小心點好啊 BB 另外也有網友問靚湯何時復出拍劇 因為他已經沒有接拍新劇 或者從事摩前的工作已有一段時間了 也有不少網友推測 他緊馬國明婚後是趕著做人趕生龍寶寶 其實早在兩人結婚後 馬國明就頻頻工作爭前 當時馬明有被問到可有努力做人 當時馬明回答說 這聲不說啦 總之大家都很樂意 如果有 都會因然接受上天賜的禮物 問到打算生幾個 馬明即然不會太多 最多生兩個 因為自己都擔心 分不到時間去救他們 都是一個起兩個 而湯諾文今年1月出席活動時 也坦然正在調理身體 為生育做好準備 分後湯諾文甚少工作 從其社交網動態可見他閒時去旅行 看展覽 絕對是闊態的生活 日前靚湯將看展覽時的商片發在社交網 不過所有展品都不夠他手上的名牌包包搶眼 不少女性網友都對他的手袋十份關注 也有人留言指靚湯的包包至少要十二萬多 雖然馬國明並非豪門出身 但是如今的他努力工作 也是希望將最後的一節都吸到家人 對於身份的妻子 馬國明毫不淪色 也難怪讓網友們為其豎起大武士 很多網民都表示 架級馬國明真的是非常有眼光 看來湯諾文之後的生活 就算清不上是豪門 也是堪比豪門 先不說物質條件如何 至少馬國明和湯諾文的感情 是非常讓人羨慕的 異人自從戀愛以來都備受關注 大家也很期待他們能夠走進婚姻的殿堂 如今真的成外夫妻 小兩口婚後的生活也是非常幸福 此前馬國明與湯諾文一起為女方的外貓 慶祝三歲生日 兩人可以說把小家夥當作是孩子般痛愛 熟悉湯諾文的觀眾都知道 他多年來一直很喜歡養寵物 就算是結療婚 牙依舊沒有雕下兩隻小貓 馬國明也是非常難得 對兩個小家夥也是愛護有加 近段時間馬國明一直忙著為少士的新劇 執法者們開工 該劇的演員真容十分強大 除了諾爾寧的愛將王中澤之外 陳豪、孫圈、延啟華、洪碗城、陳瑩等人皆有加盟 而馬國明在劇中依舊飾演一名專業人士 與其過往的螢幕形象沒有太大的差別 不過據說他與孫圈會有感情線 一開始孫圈也是非常擔心自己與馬國明在年齡上的差距 但是從拍攝效果來看似乎影響不大 說許是孫圈陷小嘗試這大戀的緣故吧 這部執法者們已經開拍有段時間 此前製作方表示很有可能在今年抵禦觀眾見面 很多劇份已經開始喬手已代料 而拍完這部劇 馬國明暫時未知是否有休息的時間 要知道他自從結婚後 還沒有真正的放假 曾答應妻子湯樂文 與其一起去看極光 不知道何時才能將此事提上一程呢? 最近就網友到香港旅遊期間 偶遇了馬國明 並將兩人的合照放到社交網上分享 該名網友寫到偶遇明星 沒想到能遇到很愉快的合影了 省港澳以外應該不是很多人認識他吧? 照片中馬國明看來比前銷瘦了不少 原本身形已瘦的他 如今更是報仇得像紙片人 震驚了一眾網友 馬明好瘦 馬明怎麼瘦成這樣瘦了 馬明瘦了吧? 看著好年輕呀 這張照片的馬明看來好薄 暫前養老婆捱瘦了嗎? 也有人質疑這張可能不是馬國明的近照 不過播主並沒有回應思何時拍的合照 其實馬國明在去年就開始了瘋狂撈金的模式 一整年劇接劇 一直到婚禮前幾天才停下來 還被外界指責對婚禮不賞心 過去馬國明一直與家人同住 拆如沖太古城一個九百多平方尺的單位 直至2016年8月 他以個人名義積資約1,960萬元 扣入太古城金峰角頂層實用面積1,046平方尺三房複色戶 成交價一度創下 當時屋苑新高紀錄 赤價約1.8萬元 背負2,000萬樓債 加上目前租住張君澳豪集外巢 負擔極大 馬國明出名的省錢兼孝信男 為了老人家可以早日抱孫 港明婚後完全跳過二人世界生活 會積極做人更承諾養起頭家 讓老婆專心相夫教子 不用無夜拍劇 他還會校訪陳浩將財政大權交給老婆 每月隻拿零用錢 早前有新聞報獲馬國明帶靚湯 去香港名牌店發洩 事後馬國明接受傳媒訪問 就帶探自己撐錢好辛苦 所以要截劍一些 去Applet漢漢有沒有話算東西 自己節約過日子 卻能帶手不給靚湯埋包 難怪是全港公認的好男人 馬國明是典型的老實人 好好先生 在KVB他無聊20年才出頭 是五生女年齡最大 紅得最慢的 他跑龍套很多年 以至於坊間有句話叫 流水的KVB鐵打的馬國明 創世紀女 他是羅家良身邊的股票經理 世縣六女 他是一閃而過 連名字沒有的王爺 以天屠龍紀女 他是一名背景版的名教大使 抹一句台詞 他甚至創下過紀錄 在街帶歡喜女一人飲料九個角色 那女需要就往那搬 後來KVB還做過一個短片 名叫尋找馬明的身影 就是調侃他的無名歲月 傲著傲著 老生離巢 同期的林峰 陳建峰等小生接連不上勞金 馬國明才終於有了姓名 但之後連續幾年 馬國明再頒獎禮依舊陪跑 長此以往 很多觀眾為馬國明感到不值 認為TVB就是欺負他老實 不會離開 直到2020年 已經46歲的馬國明 才終於憑白色強人拿下時代 可謂多年姓婦毛姓婆 這一年是他入行的第21年 也是他被黃新榮帶陸母的第二年 論事生活 馬國明也是五生女最乾淨 最抹黑點的 他不吸煙 不喝酒 不夜蒲 平時就喜歡踢球 生活很健康 他還很節約 手機是2000元的基本款 家裡有車 但出行都是坐巴士 但他對身邊人很大方 曹永廉在節目裡洋裝借前 他毫不猶豫就答應 然而 這個全港供應的絕世上盤 感情卻被事業環繞堪 好在後來遇到了通浪文 早年間 馬國明爭說想在50歲之前成家立業 恰好去年 馬國明49歲 踩著線營取了靚湯 婚後 馬國明負責讚前養家 靚湯負責貌美如花 說他就是愛情最美的模樣吧 最後祝兩人早生季子啦 明天掌聲 喜好